看,它就是世界上最粗鲁的菜,首次菜,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做吧 五分钟就做好,保证你一看就会,没时间煮菜,就做它吧 准备好干豆腐,大葱,香菜,包菜,当然你也可以配合其他的蔬菜 都洗干净以后可以撕它了,撕它了,怎么感觉又打架呢 手撕菜就必须用手撕,因为这样避免地和高敏气聚碰触,这样是最原始的味道 就像普通,我们做菜的时候,用刀切出来的菜和用手撕出来的菜味道是不同的 手撕菜是东北人常吃的一种家常菜,东北人对两拌菜切入独钟 这道手撕菜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 普通的青菜,细一细,细一细,简单几步就做好了 豆丝成小小的,一片一片的就可以了 干豆腐用水泡一下或者煮一下就好 这样吃起来特别有嚼劲,而且不干 我这个是用水泡过的 手撕菜的做法各不相同 有的放生菜,有的放辣椒,有的放黄瓜 根据食材自己取舍 大葱撕成条状,当然,如果不怕大葱辣的人也可以撕成块儿哦 最后就是加入最关键最关键的大酱了 这种姜麻稍微甜,不是很咸 等影片的最后告诉你们是哪一种大酱 只用一捆大酱,不需要放其他的调料 搅拌 搅拌均匀,腌渍一会儿 稍微等一下再吃,它会比较入味 当你看到葱丝和包菜稍微粘一些时 就可以装盘了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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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们闻闻吧 这就是下饭菜 酱拌索丝菜完成了 点缀的小香菜叶 建议大家生气的时候 做做它 撕它 撕它 这样也许会帮你在这 纷纷扰扰的世界 解解亚呢 试试吧 一道酱香浓郁 增加食欲 简单粗暴的酱拌手撕菜 就做好了 瞧一瞧 千呼万唤使出来 就是放的这个 代替了所有的调味料 喜欢的朋友就订阅 点赞 评论吧 谢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